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副医师 那么上一期我们主要和大家讨论 湿气是如何入侵到人体的 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讨论 如果体内有湿气的话 应该如何把它赶走呢? 首先我们知道湿气是体内的垃圾 也是百病之源 那么如果你重到湿气的话 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 之前我们曾经和大家分析过 想必大家可能忘了 今天就稍微和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这个人肯定是觉得很疲倦,很困倦 提不起劲,做什么事情都无精打采 身体觉得很沉重 另外早上起来的时候 也会觉得脸肿,眼皮肿 下午的时候又觉得小腿发胀,小腿肿 另外就是他有小肚子发胖的问题 体重怎么解也解不下来 他觉得口干,但是又不想喝水 因为肚子老是觉得脏脏的 第二,胃肠道的症状 就是这个人呢,平时大便应该是比较稀烂的 有时呢,又会黏马桶 吃什么就会拉出什么 第三,这个人的头发是比较油的 脸部也容易出油 另外容易皮肤搔痒 这就会导致他容易长痘痘 长湿疹,长结结 所以,以上的情况 由躺枪中枪的朋友们 大家就要注意咯 好,上一期我们提过 想要去湿就要很好的把脾胃功能建运起来 那么,哪一个方法是最好的有效排湿器的呢? 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最简单又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晒太阳 大家想想,如果一件湿入木的衣服 最快干的方法就是把它拿到太阳底下去晒一晒 我们人体也是一样 如果可以在早晨的时候多晒晒后背 那是很好的可以帮助我们补阳气或湿气哦 第二,大家也可以选择运动 因为运动呢,的出汗的方法呢 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湿排毒 所以对上班族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就是泡泡脚 因为泡脚的时候呢 能够让身体微微的出汗 也就很好的可以去湿排毒啦 那么泡脚中药如果不知上哪购买的话呢 可以和我们的中药房购买 因为我们的中药房的泡脚汤包 是由17种中药材组成的 可以很好帮助你活血通落去湿排毒 第四,现代人的生活日常 空调人影 宵夜外卖样样都来 有哪一个人是没有湿气的呢 所以我们也会鼓励大家定期的可以把把火灌 这样呢,也很好的能够帮助大家 把体内的湿气外排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平时呢,应该多注意自己的生活及饮食习惯 我们可以经常多吃一些健脾去湿的食物 比如山药,玉米,莲子,白扁豆,芡食等等 都可以很好的健脾去湿哦 另外就是尽量不要吃太甜的食物 比如巧克力,珍珠奶茶,布丁,冰淇淋等等 你会发现,如果你吃了这些甜食过后 脸上的痘痘及皮肤骚痒的问题 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哦 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所以大家还是记记口比较好 最后就是保持非常好的情绪 我们经常说茶饭不湿,气饱了 这些不好的情绪都会让我们的脾胀受伤害的哦 所以做人还是开心一点,佛系一点 那么脾胀就会健康一点 湿气也会远离你多一些哦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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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